CBA3消息 广东获签下考心思 报王哲林获解约 意见连不会退役 报王哲林正式解约 北京时间5月31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透露 通过查看某公司旗下的签约球员发现 上海南篮主力球员王哲林已经不在名单当中 其实早在上赛季就有消息传出 王哲林欲解约某经纪公司的消息 由此可见 目前王哲林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 不过即便是王哲林已经解约 但是对于经纪公司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截止目前 旗下运动员依旧有周琪 丁燕宇航 可兰白克 张永鹏 李梦 王思宇等国首级别运动员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上述运动员都有些辉煌的成绩 但是如今的结局大多让人唏嘘 周琪作为南篮第一人 至今无球可打 丁燕宇航因为严重的伤病 如今处于退役的边缘 可兰白克也因为年龄的原因 沦落成边缘球员 还有女篮主力球员李梦 职业生涯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某阉的能力确实很高 在他旗下的运动员 基本上都会是顶心 还有重要的一点 某阉在篮球界有很广泛的人脉 能为运动员拉来很多的广告 最大程度的开发运动员的商业价值 王哲林能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双眼 果断与某阉分手 背后绝对有高人指点 王哲林目前的职业生涯正直巅峰 是本赛季常规赛的得分王 篮板王 目前已经跻身于国内一线球星之列 不仅如此 王哲林作为上海南篮绝对的核心主力 已经受到了上海南篮管理层的青睐和认可 在管理层的操作之下 王哲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手中的代言也越来越多 相信离开某阉的王哲林 职业生涯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反而会越来越好 易建联500万续约 北京时间5月31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广东南蓝一哥易建联正式获得一份续约合同 据了解这次朱方雨给到的是一份长达两年500万的合同 平均下来每年250万 相比之前的年薪有所下调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因为易建联的状态下滑导致 而是因为中国篮鞋对下赛季工资帽上限进行了调整 相比于易建联能拿多少年薪 球迷更加关注的是易建联能否会继续征战CBA 众所周知 易建联今年已经快40岁了 再加上受过大伤 状态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下滑 对于球队的贡献也是越来越小 甚至连杜峰安排易建联上场都会非常的慎重 上赛季易建联平均上场时间不足15分钟 对于易建联至今仍不退役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广东南篮目前还没有一名年轻的球员能顶起内线 无论是曾凡日还是张浩 总感觉差点意思 虽然易建联的得分能力已经出现下滑 但是只要他在场上 确实能够发挥稳定军心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 易建联的商业价值是很高的 有易建联在 广东南篮的门票就不用担心卖不完 不过也有球迷对易建联的流队持不同看法 目前广东南篮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 如何让新人快速地成长起来是下赛季的工作重点 易建联的存在不仅占用了一个宝贵的名额 同时也占用了其他年轻球员的出场时间 从这方面来看 易建联流队确实阻碍了广东南篮更新换代的进程 对此你怎么认为呢 考新思或加盟广东 北京时间5月31日 据联盟知名经纪人的爆料 前NBA全明星内线传奇球星考新思已经确定 会在下赛季加盟到CBA联赛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多家俱乐部主动报价考新思 其中广东南篮与考新思沟通的很顺利 双方对于各自的条件都非常满意 考新思下赛季很有可能会加盟到广东南篮 众所周知 在休赛期广东南篮已经确定辞退汉密尔顿和沙巴兹 目前仅有马上续约成功 而广东南篮目前的球员阵容中 除了后卫线 向峰线 内线都面临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广东南篮的内线 至今仍然需要老将一键连顶上去 在上赛季后赛中 胡金秋在广东的内线翻江倒海 广东竟然没有人能够阻止 这样的情况也是深深地刺痛了朱芳宇的内心 考新思身高2.08米 在NBA生涯中曾四次入选NBA全明星 巅峰时期能贡献25加10的数据 被誉为NBA第一中锋 可以天度英才 只顾考新思因为连续遭遇伤病 状态出现断崖式下滑 慢慢地沦为边缘球员 其实考新思的得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也非常的灵活 但是防守实在太差 最终被NBA淘汰 不过考新思的篮球梦始终没有熄灭 其实早就有意加盟到CBA 但是因为那几年赛会制的原因 考新思一直都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不过也有球迷担心 考新思的性格比较暴躁 加盟广东南岚之后 遇到同样暴躁的杜峰和珠方雨 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